喔喔好可怕喔 所以如果你平常有在這個買彩票 你用很多1這個數字你很容易添上掉錢 然後第二次 嗨大家好我是冰宮媽 嗨大家好我是少年 今天的這集影片我覺得應該是沒有人做過 然後也蠻冷門的但我覺得很重要 就是我前陣子買了車之後呢 我就選了幾個車牌 然後我就問學長說哪一個車牌好 因為我是用車牌集胸那個APP算的 然後它就會有好的跟不好的嘛 我就把我喜歡的號碼好的先收集起來 可是因為學長給我的很多的那個回饋都是 他就會說欸這個車牌 什麼你的音響會有問題 這個車牌適合小朋友 這個車牌你如果開車會賺錢 就是它的那個反饋我覺得很特別 然後我就發現 例如說不要去想有沒有6或8的車牌 適不適合這台車 很多人就會說有6有8就會越來越旺 你好像可以去想你的職業適合怎麼樣的牌 所以應該說這個技術蠻有趣的 它是我在看一個故事書的時候想出來的 哈哈 就是我看一個香港算命師寫了一個書 他那個書寫得超酷 就是他想說他用鐵板神算 算出說有一個男生他要避開5這個數字 所以他做生意的時候就一路都很順暢 直到有一天他娶了一個老婆 他娶老婆的時候他再找到那個老師找不到 但他的事業就是開始出現很大很大的問題 直到最後有一天他跟他老婆離婚了 然後離婚了之後 他在簽禮或結義書的時候才發現他老婆以前姓吳 喔喔喔喔喔喔好可怕喔 所以他才發現 他比了一堆 然後就是娶不到這個 其實是娶了一個以前姓吳的老婆 原來後來跟了媽媽的姓 所以他以前姓吳 然後他就沒有想說 所以我就想說哇這麼酷 那我應該要想一下 從指微斗數上怎麼看誰不想要怎麼數字 因為紫薇斗樹的這個技術是基於核圖去發明 那所以我就去找到核圖來看核圖的數字 然後我就開始理解 理解完之後發現它其實可以有一些套用 它其實用法的這個結構跟生命靈數很像 就是說你把你的測牌號碼全部加起來 然後最後會得到這個1到10 1到10 對那10就當成0 會有一個數字嘛 例如說你是0000那就是0嘛 對不對 那加完之後它會得到到10的話 那你就給它0這個數字 那1到10會有分別對應的不同的東西 所以我們今天就一一來跟大家講 所以我只要加總就好 對那只是我講的順序會照合圖的順序 所以大家可能要跳著看 那我的那個4個號碼不一樣那些沒有什麼差異 你把它加起來最後那個數字會是最明顯的 但是你用很多同一個數字也會有那個現象很明顯 例如說你用4個4 那4這個現象就會特別明顯 所以我們就來分享給大家聽就是每一個數字 什麼東西好什麼東西要注意 我們讓大家知道 因為你用太多就是那個好的會很明顯 但是那個不好也會很明顯 好那我們先從這個3跟8開始 3跟8在這個合圖裡面跟假以有關 如果太多3就是我們就叫很多假 那很多假會發生什麼事情 很多3的情況下 第一個是假這件事會讓你在精神桃花上很好 就是因為很多很多人這種soul mad會發生 就這個在你在上面的時候 你只要開這個車出門 你就是會有遇到很多人跟你心靈上的交流變得非常棒 然後是精神上的桃花會變得很好 那第二個點是說 你跟別人做一些正式場合的交流的時候 例如說參加一些正式的party 你會在裡面得到生意 所以如果去參加一種夫人社啊 或什麼商會啊 你做到的生意就會變得很多 所以它很適合去做這種有正式交流賺錢的行業 對你會得到很多好處 對但如果你是做法律相關行業 或是經濟相關的行業也會很好 因為經濟人也要簽很多合約嘛 然後很多的這個交流嘛 都會得到很多好處 再來是如果你是又靠臉吃飯的 會有得到很多好處 藝人的保姆車的意思 如果我都一直搭 有333車牌的保姆車出去 對就是你靠臉吃飯 我就是表面好看 不談內涵 只看表面就偶像型的 那它的臉好看 它會得到很多好處 可是它也有對應的多問題 它會讓你跟男生處得很不好 如果你是男生 我會得到很多桃花 又會處得很不好 如果你是男生的話 對就是你會有 所以適合女生 對就是這個事情對男生不太好 所以你會有男生的煩惱 對這個會有一些問題 然後用太多3 也會有民生的問題 會有公眾的問題 就可能你對大家一對一交流很好 可是外面的公眾的民生 比較容易出狀況 所以用太多3的話 就會出這個狀況 那如果加起來是3的話 代表它會有這兩個現象 只是你用更多3 你就會加強更多這個東西 那我們在講到家講陰陽是平衡的 所以好壞一定是平衡的 所以好壞一定是平衡的 你不可能只有好沒有壞 只是這個壞是不是那麼在意 大概是這樣 就你可能覺得沒關係 對所以大家可以取捨一下 就如果你想要3的話 會有這些現象 好那我們講到另外一個 第二個數字是8 8的話代表就是以 那以的話是這樣 就是第一個 8的話會讓你在交通上能賺到錢 就是你如果是開這種送貨的 靠開車賺錢 Uber司機 對你用8這個就很容易賺到錢 你會在移動中一直一直容易賺到錢 然後第二個是 如果你是做這種創意企劃類 8也會對你賺到很多錢 就是你知道動腦就會有錢 所以如果你是要一直動腦的行業 也會很容易賺到錢 這個移動的部分還包含著操作機械 就如果你是很常開挖土機 或是操作機器的人 它也會在上面很容易賺到錢 所以這個是8這個數字的特色 如果吊車司機就會一直拖到車的意思 對對對 他可能 他就一直有紅線紅線可以拖 可以算這個錢 對 或是交通這個零減就可以 對 或是獎金 那他8這個數字對女生沒有那麼好 他會有女生的煩惱 所以如果是男生就是會有女生的困擾 如果女生就會有自己上面的問題 對所以要比較注意 對或是會容易有土地的問題 所以如果你是做土地交易的 可能就不是這麼適合用8這個數字 你會一直煩惱土地的事情 所以他如果是土地開發類 然後怪手挖土機類的公司 反而這樣子相對只要8就不會很好 對他可以挖 他如果開的那個人會很好 可是開發公司的話用8就沒有那麼那麼好 對他就有這個煩惱 那再來我們再往下 2跟7 2跟7比較特別 2的話是你很有小孩的緣分 就是你整個客製菜出去 車子上會容易讓小孩很開心 然後你如果是做這種享受舒服 或是小孩行業 會很容易賺到錢 幼稚園 托兒所的那個 對或是SPA 對或是說你賣小孩玩具 其實都是類似 你會很適合就是開這個車的時候 你會很多這樣子的緣分 可以賺到這些錢 再來是你的賺錢方向會比較輕鬆 雖然錢不大 但是會比較輕鬆 但是2要比較注意的就是 會有幾個問題 你很容易有親戚上面的煩惱 如果你有遺傳性的疾病 開這個車的時候也容易出一些狀況 第三是2用太多的話 雖然賺錢很輕鬆 可是容易有一些法律的問題 所以這個車子本身 或是你在做這件事的時候 容易有一些是非 所以2這個數字 雖然讓你輕鬆賺錢 但是不能用太多 對就是2的狀況是這樣 接下來講的下一個是7 7這個數字比較特別 7這個數字就是會很適合女生 我的車牌就是7 對如果你賺女生錢 或是女生的粉絲 或是賣女生的東西 7就會非常非常適合 然後如果你做的是房地產跟土地 7也會非常非常適合 會容易出問題 喔輪胎還好不重要 或是什麼傳動系統會容易出問題 這有點可怕 對所以它一點點怪怪的 你要注意 第二個是當你開這個車的時候 很容易要一直說話 就是你會發現 你要一直說話很累 然後嘴巴容易出問題 嗓子要注意 就是 我的一直說話 我還是都在聊天 因為我們車上兩個小孩 我們要四個人一直聊天 哈哈哈哈 是真的有一直說話 對就一直說話一直說話 因為我的車牌又2577 而且我的2加5也是7耶 對對對 777 對所以就是這個數字 它基本上7很多的時候會有這個現象 好那我們再來是這個 0跟5 0跟5的話 0代表的是這個 很多桃花 就如果你很多0的話 你開車出去的時候 桃花會超級旺 如果你是靠肉體賺錢 例如模特兒 例如肉體的美好 或是樣子很漂亮 不是長相喔 是身材很好賺錢 你會很容易賺到錢 所以一些showgirl 或是model 或是健身教練 他如果用很多0 他就會非常容易賺到錢 然後桃花會超級旺 然後剛好也會有很多粉絲 或是他的學生 對或是說你很常靠social賺錢 就不一定正式的social 你可能是平常就靠交朋友賺錢 八大行業也可以耶 對八大行業很適合 因為他不是正式的交流商業 是那種比較休閒的 或是生活中的 或是比較跟這種娛樂啊 這種肉體上的美好有關的 0都會是非常適合 用很多0就有這個狀況 但車牌沒有0 所以你只能加起來是10 車牌是沒有0的 車牌沒有0耶 我以為是有0耶 因為他可能怕 還是有 是沒有歐 沒有歐 但有0 對有0有0 所以應該是有0 所以可以有000 所以0這個數字 但0這個數字 很容易要有交通問題 所以用太多也要注意 因為0本身就容易 這個交通工具都很壞掉 所以你用太多的時候 這交通工具就容易出狀況 所以要特別特別注意 如果用0的這個開車 就要很小心 好再下一個是5 5的話比較特別 5是做金融的人容易賺到錢 然後正職容易升官 發財 就是你今天做正職工作 要去上班的 花時間的 就容易賺到錢 你從中做金融和鋼鐵的 都很容易賺到錢 銀行業的 軍警行業的人會很容易升官 我這個特色 要在加油的時候很注意 容易漏油漏水 或是說它本身你在交易的過程中 容易有買賣上面的問題 就是它不是法律問題喔 可能是嘴巴你沒有講好 對就是文件上都是對的 然後但是嘴巴在溝通的時候有點問題 然後這個油的循環可能 或是這個引擎的循環的時候 容易出一些問題 所以用5這個東西 用太多要注意 有一些跟別人產生誤會的 或是會容易在這個油阿水阿上面出狀況 對 泡水阿幹麻等等 再下來的話是 4跟9才對 4的話是 第一個4就很適合男生 所以你看大家不用4這個數 但4其實對男生很旺 4對於靠民生賺錢這件事很有效 所以民生賺錢不是靠美 他可能是靠他很有名 他是靈人 對他很貴氣 然後4這個東西跟國外賺錢很有用 所以很適合外國人 很適合往外 所以你如果是個ABC 或很常跟老外互動 用4這個東西就會很有幫助 但是用4這個數字的問題會是什麼 問題會是容易跟這個小孩的狀況出不好 你容易比較焦慮 你如果做4這個行業 特別特別不適合中介 就是如果你在中介沒和別人的時候 很容易出狀況 所以本身是做這種媒合工作的人 就不要用4這個數字會比較好 然後再來是4這個數字 車體本身在拼街上可能會有問題 就是你可能什麼都沒有裝好 你說他如果有4又買 他算出來4又買特斯拉 就會拼得很外 對或是他是改裝車 改裝上面可能會沒裝好 然後9的部分是什麼 9這個數字非常適合說話的人 就是9這個數字 就是如果你做Podcast 做廣播啊唱歌啊老師主持人 你一開口就會賺錢 所以非常非常適合這件事情 就是你用很多9 你就是說話就會有錢 或是如果你很常得罪人 你常說話得罪人 很多小人你也適合用9這個數字 就你根本說話會得罪人 變成說話會得人緣 所以9這個數字適合這件事 他也很適合保險業務員 對非常適合 只要要一直說話都很適合 所以適合這種勞舌歌手 對耶 對他其實說話也沒有會賺到 但是9這個數字的問題就是 你不能寫字 你容易寫字 你寫字就會出問題 對你寫字就會出問題 對跟整個新從年的遇事寫字有點像 就是你這個寫字就會出錯 你跟別人有合約問題 因為你寫字寫不對 哦 你先明天錯 所以如果用9很多這個數字的人要注意 就是你只能說不能寫 寫容易出問題 請助理幫你寫 對請別人幫你寫 請一個人來寫 或是請好一點的律師 讓他來幫你寫 最後兩個數字是1跟6 1的話是這個容易賺到老人的錢 然後容易賺到醫生的錢 然後容易天上掉錢 所以如果你平常有在這個買彩票 嗯 你用很多1這個數字 你很容易天上掉錢 然後第二是如果你本身是醫生 或做醫療類的 就像你講的 其實保險也算 或是你是做這個醫生 或是做護士 或是做跟老人有關的 這個療養有關的 都很適合用1這個數字 你會在這上面賺到很多錢 但是問題是 1這個數字會來花錢很快 因為你天上掉錢的速度很快 你很容易拿到天上掉下來的錢 或長輩給你的錢 但是你用1這個數字用多 你會花錢很快 你會看得很短 所以要注意這件 第二是用1這個數字 你的鋼板很容易出問題 就是你的車子的鋼板 或是這個金屬的部分 很容易撞到 對刮到 撞到 或是一些撞擊 都有這些現象 要很注意 那再來是6 6這個數字是 第一個是你很適合創業 就是賣東西會很容易賺到錢 就你做這種買賣啊 交易啊 就你一直把東西賣掉 很容易賺到錢 第二個是做環保行業很容易賺到錢 回收的 把舊的東西重新再製的 很容易賺到錢 然後第三個是 如果你做的是 拆東西的行業賺到錢 就是它 比如做破壞行業 修車 修車算是 對也算把它改裝 或是說我今天做拆遷的 我做都更 要拆房子 對都會很容易賺到錢 而且會很突然爆發的賺到錢 對所以是6這個數字 適合做這個 然後它的問題是 容易有爛桃花 所以用6這個數字太多的時候 你的爛桃花會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如果你發現你的生活中都是爛桃花 你就去看你的這個牌號 馬上是不是有太多的利用 導致你開車出去都載到 可是有些人搞不好他很需要爛桃花 八大行業他也可以選一個 對那他的確就是他可以到 對 直播主 對他就是靠這個創新和突破 或破壞或再造 他就會很容易賺到錢 所以就是6這個數字的特色是這樣子 搞不好做一些打離婚官司的 歷史蠻值得 對 因為他是重新的關係 對 而且一定是爛桃花的客人才找他 對耶 或是我們講這個醫美行業 他就破壞你臉的狀態重新再找 基本上你就是桃花很爛才會來啊 你才會做醫美嘛 所以是桃花不順的這個行業都很適合 用6這個數字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講完這個 車牌對應的數字 很酷耶 而且你可以自己去拆解自己的數字 我剛剛在腦子裡偷偷拆解了幾個 我身邊朋友的 我覺得有點準 其實它不只可以用在車牌 你可以把生日也可以 就你把生日 手機號碼也可以 對你把它全部加起來 那手機號碼太長了吧 你可以大概得到一個 欸但我身身是1111耶 對那你可以把它加起來 1111加起來 你要從19出生年開始 就是都跟生命名數是一樣的 所以如果看這影片的同學 會有點簡單的生命名數 是可以拿來應用的 對就是我只從另外一個維度去看數字 他們有個維度嘛 那我們今天講的是另外一個維度看數字 包含其實你住的房號也都可以 我說門牌號碼 對對對 所有號碼都是可以的 就是如果住什麼 我住4219號房 類似這樣也不加起來就得到一個 那幾樓咧 幾樓可能比較難 你要有幾個數字 就342號房 這一種它就有得加就可以 好今天學到很多欸 而且我們會把你整理起來在底下 然後大家可以對照一下 就是你自己的車牌號碼 或加總的錢是怎麼樣 就是我覺得應該算是以後大家 如果要挑車牌的時候 可以當成一個依據 就不用再去執著於要不要6跟8的牌了 對你就比較自在 而且可以根據你現況去選啊 對不對 例如說你希望就是在小孩 適合你自己想 對你載小孩的可能就要讓小孩好 那如果你是對不對 載女朋友可能就桃花旺 所以每一個都不一樣 對對對 而且這樣子老婆們每個看到都說 以後不能有6 爛桃花 不能給我選6 當老公選一個對自己好的 有爛桃花相關的全部都刪掉了 對 斬桃花從車牌斬桃花 希望你們喜歡今天的影片 下次見掰掰 掰掰